一般人买房子可能都会注意说 周遭是不是有一些让人不太满意的设施 但是像是医院等处 有多半是民众的日常所需 所以在网路上就引发了热烈讨论 要把时间交给静怡 好 大家现在选房的时候 有人就开始讨论 我到底要不要选住在医院的附近 主因有些人有一些看病的需求 觉得住在医院附近应该蛮方便的吧 但是有些网友就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选 大概就选距离5到10分钟的车程 毕竟如果你真的住在附近 他可能会有着救护车的声音 还是蛮吵的 但是如果住在5到10分钟的车程 就算搭计程车 大概300元以内就可以来解决 那么就有专家分析了 其实你应该看看 住在医院附近 这个生活机能你到底用不用得到 如果真的用得到那当然OK 但是如果使用率蛮低的 那就不见得要用 确实有一些族群 专门就会买在医院的附近 比方说他长期在国外居住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国内 也有去看病的需求 那么这些人就会专门买 在这些医院的附近 去看病会比较方便 比方说像是万芳医院那边 环境也蛮清优的 就有这类族群专门去买 另外有人点出 在医院附近 因为通常又会有捷运 有商圈 也是蛮受到大家的喜好 像是有台大医院站 万芳医院站等等 就看大家如何来考量了 那么究竟现在房市的 有没有回温或是状况如何呢 这根据相关房仲业的 门市交易量显示 这前两个月的交易量 比起去年同期 缩减将近有三成 尽管二月比一月少一点 但是比起去年 还是没有这么的好 我们看到主因现在 大家会考虑的比较久 现在你要卖房 对于这些房仲业者来说 是卖得更久 溢价空间会比较增加 主因因为大家想说 是不是房价会跌 所以我就再多考虑一下下 犹豫期就会拉长 所以前两个月的交易量 比起去年 年减是25%到30% 您看到像是永庆房屋 年减26% 住商不动产也有年减29% 另外像是中信和台湾房屋 但台湾房屋是年增3.5% 尽管看起来 这交易量有所缩减 但是哪一些的房子 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呢 在台北市 大概是1000到2000万的房子 而在新北和桃园 则是800万到1500万的房子 还是在相对来收 卖得比较好的 但是存钱真的蛮难的 有一些网友就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方式 像是这个网友 他用的是桶装水来存钱 他觉得这样是一个 无痛存钱法 您看到他存得非常多钱 我说大概存了一年的时间 他最近就把它打开来 他说他也没想到 可以存这么多钱 打算要拿来 把这钱拿去出国玩 到底存了多少 他算了一算 50元里头就有540枚 大概每天都存 大概1到2个 然后10元有1300枚 里面还有5块和1块 加起来 这样一年就存了4万多 他说可以拿去出国玩 可以去日本玩了 他考虑下一次要拿20公升的桶装水 他说大概要花7、8年 才有办法存进去 把它存满吧 那么以上的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博话题 安坑轻轨10号才通车 但已经传出有关沿线房价飙涨的消息 根据2022新北捷运沿线房价涨幅前5名 安坑县台北小城站年涨22%名列第一 新庄县辅大站18%第二名 机场捷运泰山贵河站泰山站以及安坑县玫瑰中国城站 以年涨15%并列第三 你应该也有疑惑 怎么都是新面孔不是以往熟知的热门站点附近 首先是他们的房价跟邻近区域比起来相对比较低 例如像是安坑一带 那么它跟新店区的房价相比的一平可以差到 就是10万元上下 那以新北市来讲这几年房价高涨 很多区域都已经在五六字头了 所以这边还有巨个价格的竞争力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这边有一个轨道建设的议题 那未来还可以做发酵 至于2022年新北房价涨幅前五大的站点 安坑县就占了两个 专家也分析是因为轻轨通车 让安坑地区交通进一步提升 加上原本低价优势 去年就已经吸引不少买盘进住卡位 也可能会吸引来自南部退休的民众 南部的这个房价涨幅远胜于双北 那么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置产族或者退休族 会考虑是否要将置产的企划往北部做一个移动 若真的有意退休生活要从南部移到北部 专家也建议可以先租房试水温 能不能适应不同的生活模式再决定置产也不急 董生新闻生活中心组合报道 斗大看板挂着招租 好几间房仲都来签约接手 但从去年10月放到现在都没人乘租 也被封为台中南屯最贵店王 我觉得他刚好在捷运跟五泉西路的交叉口 然后他的便利性其实蛮高的 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停车 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这间位在台中五泉西路跟文鲜路交叉口 就在台中捷运绿线南屯站旁 过去是一间银行 不过去年10月退租后 房东以一个月106万的租金招租 这价位让不少人退去 但也让人好奇 在捷运旁的酒店难道已经不想了吗 因为现在整体环境的关系 所以这个点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型的餐饮业 或者是银行证券业会比较适合这个能力 地主不会因为说租不出去就降租 因为他要保住这个他原本的价值 有房仲推估这间店面 一二楼加起来有440平的空间 要开婚姻会馆可能太小 但一般餐厅又太大 可能就连锁卖场或餐饮有机会接受 现在做生意的人当然是希望 就是租金越便宜越好 当然地主也有他的期待跟想法 那我们在比较中立的立场 我们还是觉得在大概在100万上下 过去在台中出现百万租金的店面 只有在逢甲一中和工艺商圈 不过随着捷运开通之后 轨道经济发展 除了带动附近的房价 现在也让店面租金高涨 只是破博案的租金 也让抢走的脚垫难得闲置已久 多讯人翁信力 陈泰佑在台中通报道 千金难买好邻居 这是许多租房买房民众的共同感叹 毕竟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富豪 可以打包式购屋 想整层楼买下 或是购买独栋屋只能是梦想 那对一般民众来说 有没有什么paypal可以在入住前就避开 二龄大地雷 作家谢金瑜分享 看房时务必仔细阅读管委会的公告 首先看公积金有多少 有多少个人欠缴管理费 大概就知道这个管委会有没有在做事 有没有遇到难沟通的住户 再来也可以留意公告强调的内容 就代表这个社区什么问题很严重 例如不要抽烟不要嬉闹 再来就是公社维护状况好不好 也能看出住户素质 最后也可以看看逃生梯跟门口 有没有放东西 就怕邻居习惯不好 遇到灾难连命都赔进去 如果说你是怕吵的人 你可以直接买最高楼层买顶楼 那如果说你是怕影响到别人的人 你可以买一楼 不管你要怎么跳 都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还是想住中间楼层 房仲则建议 最好的方式就是入住前 先跟附近住户打招呼 透过实际拜访 更能发现有没有恶灵地雷的端倪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感谢您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und 转发 打赏 电脑阳自然之后 自然之后 下眼前是必须的